在座的各位朋友 不要以为共产党多么强大 共产党再强大都有两个心病 一个病是在心脏上是中华民国 一个病是在右肺上是中国国民党 不要忘记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串权夺国 他知道自己的政权是怎么来的 是在三十年代的叛变当中得来的 是在全面抗战的八年当中 一年消极抗战 七年专打国军来的 是在1949年的民族战争的继续当中夺来的 他知道他的政权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要搞阅兵啊 我问过很多朋友 就这两天我问过很多朋友 他们说那扬武扬威呗 那当然是扬武扬威了 向谁扬武 向西方扬武 向谁扬威 向台湾扬威 肯定是这样 但是这都是表面的 他真正的要搞阅兵 那就是他要告诉大陆人民 他具有权力的合法性 他要继续用欺骗的方式 来捍卫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这里我就要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中国大陆三十年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和他的成果 1985年共产党第一次为了统战台湾国民党 承认国民党也看战 因为在这之前 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 在所有的媒体上 都说国民党不看战 举起枪来 将祖国的大好和尚拱手下让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学的 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新年里面 对国民党是一万个看不起 可是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他为了统战 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 他了解了台湾的状况 他紧张 因为那个时候 共产党跟台湾相比 差得太远了 他紧张 所以他要统战国民党 他想以祖国统一大义来感化国民党 归顺 所以他就承认国民党也抗战 你总不能说你想我想统战你 见到你就骂 你没有看战 你很坏 你如何如何了 不会 他怎么讲点好话嘛 他就承认过来看战 可是他不知道 他这句话一讲以后 等于给四十年不准研究中华民国 不准研究中国国民党历史的大陆学界 特别是大陆的作家 记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们 带来了一个 绝口 我们一起从这个绝口里冲得出去 研究 国民党看战 所以1987年 雪仗台尔庄就放映了 虽然很快就把它禁掉了 我在当时在合肥 在一个最大的电影院 电影院里面看雪仗台尔庄 你们知道那个场面吗 我们看着觉得 哇 这简直是天方一堂啊 原来国民党是看战的 国民党打日本打得这么凶 打得这么有成就 这样的不怕牺牲啊 全电影院里面 人人都是一种很向上的 对国民党好像是 重新见到了国民党是什么样子 那种感觉 可是这个时候 在安静的电影院里 忽然出来一个声音 一个很老的声音 他大叫了一声 我们共产党打了那么多的仗 为什么扑不住这样的眼皮 国民党打什么 国民党没有抗让 居然要把国民党拍得这么好 就这么大叫了 然后旁边 有个很文雅的声音 女孩子的 说 人家打的都是外战 哪像你打的都是内战 他那不肯承认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接着荷兰人民出版社 连续出版了127本 对于中华民国历史的研究著作 这127本著作 已经公然的说 中国国民党的 抗日将军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 有105位 很快的 这个反思就深入到了 中国国民党 战死在战场上的将军 有206位 当代杂志发表了 中国远征军这样一个 纪实文学 把中国远征军 在缅甸作战的那种状况 和他们的命运写出来了 紧接着 作家们写出了大国之魂 写了在看传当中 中华民国的军魂 是怎样在保卫着自己的民族 像这样一些东西 像长江大河一样 一下子冲进了民间的思想 冲到了民间的 每一个青年 每一个人的心中 所以才有我刚才讲的 1993年国防大学出版社 居然能出版这一本书 叫国民党1937 到今天为止 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整整30年 在这30年当中 研究中国国民党抗战的书籍文章 已经是数亿万级 朋友们只要上中文网站去看一看 到大陆的网站去看一看 到大陆的个人的博客里面去看一看 那都是在歌颂国民党抗战 歌颂中华民国政府坚持和领导的抗战 这股红牛 就像在洗刷我们大陆人的灵魂那样 让我们忽然感觉到 49年前的那个党 那个政府 那个国家 绝不像共产党讲的那样坏 我自己就是在85年时候 跳进了这个反思的潮流里面 因为我在1983年 我一个在国内经济学界非常有名的大哥 我亲哥哥 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像这样把小说写下去 你迟早一天要坐大牢 他担心我 因为我这个人不想讲话 他说我看你的基础不错 知识也比较丰富 你还是去写历史小说吧 写历史小说跟现实就没有关系了 就可以逃开了 我觉得我歌话讲话也不错 可这时我看了两本书 一本书是美国施档福大学史福林教授写的 《森宗商和中国革命的起源》 另外一本书是《法国大革命史》 我看了这两本书以后 我忽然感觉到 我很有兴趣 我感觉到孙宗商是对的 完全正确 他上面对满清王朝改革开放的评价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的评价一样 史福林的著作写的《法国大革命》 是在《法国大革命》发生15年以后写的 以轻松的经历记录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他把一个专制王朝推行改革开放来救命的历史 写的如许如算 我因为这个兴趣才走进了中国现代史 走进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的探寻过程当中 我不像我大哥所告诉我的那样 远离政治 远离当前的社会 我反而走进了一个是非纷乱 让我群心不已的历史当中 这段历史有血有泪 有歌有曲 可是我走进去之后 我就巴不出来了 我从共产党的文件 共产党的教科书 毛泽东的选集里面 找到了104个事实 这个事实跟共产党讲的不一样 尽管是共产党的书 他撒谎没撒原被我发现 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追 最后我在历史反思的潮流里面 终于把心没有放在写历史小说上 而把心放在了历史研究上 这就造成我抛开了国内的一切 抛开了我已经拥有的民地地位 走出国来 要写一本真正的中国现代史变 这就是我15年前出版的 谁是新中国 当然这本书一出版 我就注定要流浪在海外了 不过这次我可是回到祖国 谢谢 所以我这次从美国到台湾 在飞机上我就跟我的太太讲 我回国了 真怎么回国了 我台湾是我祖国 中国民国是我最心爱的祖国 谢谢 谢谢 一个有子之心 所以我们在看到 中国共产党 统治了60多年的中国大陆 发生了这一场 史无前例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它和中国大陆的上层御用文人 御用学者是完全不相干的 他们不破坏就好 这场反思运动 终于从看战的研究 反思到百发的反思和研究 这场反思运动 终于把1912年创建了中华民国 到1949年 这38年间的民国社会 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 让我们了解了民国 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 在对外战争 对内战争当中 中华民国的表现 中华民国所起的作用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 深中山光辉的三民主义思想 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广泛传播出去 使我们看见了 由新概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 才是制度上的真正的新中国 中国大陆三十年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不仅让我这一代人明白过来 让我们的老一代人的心颤抖起来了 许许多多逃过了中共无数政治运动 能够活到今天的老人 他们纷纷地举起臂来 人人写自传 记录了四九年前的那种自由安宁的生活 记录了一九四九年以后 他们那种痛苦辗转的日子 一批青年 八零后九零后的 就像前天在研讨会上 一个大陆来的青年所说的那样 邢老师和他的同时代的前辈们 已经把中华民国历史 向我们摆开了 我们接受了 我们就要为他奋斗 今天的中国大陆 你们上他们的群里面去看一看 多少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们的青年现在不庆师业 庆双十 在管店里 在家里 一个蛋糕 上面插着一个小小的中华民国国旗 大家在那里 颤谈着民国的历史 我们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民 居然在近几年来 能够在双十那一天 自己的家门口带着孩子 拉开一幅自己做的中华民国国旗 庆双十 不庆十一 我们的一个女孩子 我们不认识她了 她在北京举起这样一个未知性的手指 让她的朋友给她破了一张照片 通过她这个手指 看过去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就变成了中华民国万岁 风行在晚站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两个月以前 陕西的一个青年 带着一名偌大的中华民国国旗 爬上了中共的龙脉 延安的宝塔山上 展开了这一面红旗 当然下了宝塔就被抓起来了 当中共警察问她 你为什么这样干的时候 她说我 认为自己的祖国就是中华民国 你不怕死吗 不怕死 中华民国是我的信仰 另外一个青年 几乎在同时间 在广州的黄华港陵园的两根柱子上 贴了两个大对脸 大骂共产党 自己去拉开一面中华民国国旗 威武雄壮地造了一张像 上了网 也被抓起来了 结果一样 一个13岁的孩子 临在自己的库桌上 插上一面小小的中华民国国旗 当她的老师走过来问她 说 把旗子拉掉 她居然对她的老师说 这才是我祖国的国旗 威武雄 老师只好转脸就走 因为小学校长 在开学的那一天 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装 跟孩子们说 中华民国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新中国 她被教育局开除了 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的青史里面 大学生们用自己的手 缝制着中华民国国旗 挂在青史里面 大学生们面向着她举手宣誓 为光复民国而奋斗 你们到网站上去看 都能看到 太多太多了 我不能一一立举 中国大陆三十年民间 那次反思运动 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在中国大陆社会上 汹涌地奔腾起一股 怀念民国的思潮 工农商学兵 使须多多的人在怀念民国 在仿造民国的生活方式 怀念民国的思潮 在近些年来 特别是近三五年来 吹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国热 中国共产党终于感觉到了不妙 在《环球日报》首次发表评论 称民国热是社会病态 我一看我就笑了 真不知道哪个病了 是不是 民国热终于提出了一个 宣明的政治诉求 光复民国大陆 不要以为 在共产党武光道牙齿的统治下 这些有什么用呢 不 不要忘记 孙中山先生在新宗会开创的时候只有二十来个人 不要忘记 中国历史上那些推动的历史进步的人 开始的时候都是少数人 到快要胜利的时候 那个队伍就变多了 我在旧金山纽约都跟很多华侨朋友说过话 我说你看我们在人家眼里面是反共的 很多人看我们不起 认为我们反共是不复正义 三十年代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提出来的光复民国大陆的政治竖起 今天已经在海内外 包括台湾岛产生了影响 我这次来之前 我对台湾民间社会不是一点不了解 我想告诉大家 台湾民间社会给我写信的朋友 是相当多的 而其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近几年来 我接到的台湾青年的来信 大多数95%出生于绿色家庭 他们在信中向我表白了 光复民国的历史重任 他们同样愿意承担 他们同样愿意追求大中华民国 统一整个中国 我在一个多月前 在旧金山的讲演中就说了这件故事 居然一个礼拜以后 我收到台湾两个泛男家庭的孩子来的信 他们说看到你的听到你的讲话 感到很惭愧 现在向你报告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光复民国 让中华民国统一整个中国 这都是台湾孩子给我的信 我这次来开会 没有任何新闻的报道 可是在我们的会场上就有台湾的青年 说受了我们光复运动的影响 他对蒋介石提出了五点辩护 聚聚在里 满堂精彩 掌声不断了 一个台湾的二十五岁的台大的研究生 我就不说大陆来的了 光复民国 作为大陆人民三十年民间历史反思的成果 已经在逐步的被海内外的朋友们接受着 而且台湾人民 台湾的青年和大陆的青年一起 在从事着这一项艰难的 可是又神圣的工作 这是我感到最安慰 最骄傲的地方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因为我来到海外 为了传播中华民国的理念 为中华民国证明 为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辩误 为1949年的失败者辩护 21年了 我看到了青年 我就看到了希望 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将会给台海两岸的关系 产生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将会对台湾人民的命运 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想一想吧 只要中华民国的台湾 能够守住这一杆 青天不日满地红的国旗 只要我们的台湾人民 能保住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那么 当中国大陆 光复民国的历史愿望 终于成功的时候 在世界的东方 不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华民国吗 一个是大陆的中华民国 一个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联合起来固然好 统一起来是更好 就是不联合不统一 有两个中华民国走向联合国 让我们中国人拥有两个 虚位 有什么不好呢 大家都是中华民国 那就真正地成了一国两府 是不是 如果大家再往前走一步 我想我们的后人会这样想的 那既然是一国两府 要么干脆变成一国一府不好吗 那就变成一国一府吧 那不就统一了吗 对不对 就算不同意 那我们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怎么样 也完全可以 到那个时候 不是你喊台独的问题 也不是你本土化的问题 我们的所有台商们 到中国大陆去 再也不要去破那些专制官僚的马屁了 民主了的中国大陆社会 不会向你泪缩了 台湾的知识分子到大陆去 就能看到真实的历史资料了 不会拿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上的谎言 人大常委会的撒谎的文件 拿来自己做研究的资料了 那是假的嘛 所以台湾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在大陆所寻找到的资料 那都不是真实的资料啊 一个省长 一个省委书记只要说一句话 今年的增长率一定要写12% 第二天报纸上就是12% 你们能想象吗 你们不能想象的 所以中国大陆 一旦光复民国成功 台湾的命运就决定了 什么命运 当然是好命嘛 还有谁敢打你 还有谁会打你 一旦大陆中华民国光复成功 台湾人民还不要本土化了 也不必走出中国了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有多丰富的民主政治经验的台湾政治家 哪怕就是一些民主政客们 他们对正在建设民主的中国大陆 都将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到那个时候 台湾我们在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就说 我们要让台北成为中华民国的 培督我们要让台湾的政治家们成为第一届到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 这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平等选举了 第二谁有民主经验 国民党和民进党吗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一句话 国民党跟共产党消停消停 对共要消停消停 对台湾别搞什么本土化 你就是中华民国 响当当的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人民心向的祖国 民进党也不要走出中国 就怕你到时候叫你走你都不走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仅仅走向了台北 成了台北正堂上的领袖人物 你就认为你自己得到了一个出头天 那我问你 当你走向大陆 走向全中国 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成了我们的政治领袖 那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出头天 对不对 我不是随便说这句话的 因为七八年前我在华盛顿大学讲演的时候 一大排留学生站在后面 因为座位都坐满了 我看他们的表情满脸上对我不快的意思 等我讲演完了以后 他们忽然有个女孩子说 新教授 你今天能不能不吃他们的宴会 我说什么意思 跟我们吃一顿饭好不好 街边上的饭 我说我愿意 我马上就跟那个副校长讲 我今天不吃你们饭 我跟他们吃饭去 二十几个台湾留学生 二十几个主张台独的留学生 我和他们从六点多钟 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半 我们不断的辩论 不断的争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说了一句话 是啊 干嘛只盯着台北啊 向北京走 向南京走 到大陆去 台湾的青年应该有这个志向啊 你们是民主的台湾培养出来的 你们在政治的智商上 你们在民主建设的经验上 在社会文化的修养上 我说句老实话 大陆青年听到也许不高兴 但是他一定会承认 你们高于他们 台湾的教授在学养上高于我们 没有办法 这是社会决定的 时代带来的 所以我还想说的是 台湾人民 台湾的命运 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它和中国命运 修气相关 和中华民国的命运 修气相关 和自己奋斗的 力量 修气相关 我们只有保住这个 然后再坚持一句话 坚持什么 坚持 一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 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 坚持 坚持共产党的专制 统治制度 必定会有崩溃的那一天 坚持 台湾人民 大陆人民 都要有一个信心 什么信心 那就是台湾人民要认识到 要坚持这样的认识 什么认识 那就是 在台湾的命运里面 有一个起作最大的保障作用的力量 那就是认为 认为 中国 中华民国 未来一定会走向统一 一定会统一 所以今天的台湾人 一定要采取一个态度 不论你是国民党民进党台年党 不管你们在台湾岛上吵得不易落户 反正民族给你们提供了吵架的自由 但是你们 一定要对共一致 在保卫台湾上 保卫台湾的民主上 要跟共产党对它完全一致 这是不能吵的 所以如果在对共产党的问题上不一致 那就是出卖台湾的根本利益 谢谢 我最后还有两个简单的期望 我一个期望是 台湾人民要骄傲 为什么要骄傲 49年在大陆打败了的 一个政府来到了台湾 在国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压力下 在中共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威胁下 居然由自己的奋斗走向了自由民主和富裕 你还不骄傲吗 世界上没有的 我还希望台湾人民还得有一种气概 什么气概 时下艰难 前途在我 因为中华民国才是两岸人民的最大公约束 好 谢谢 谢谢